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长寿花开拜花之后 我们如何修剪 如何养护 让它快速恢复生长 首先是修剪残花 修剪残花一般我们只要把花杆以下的一到两堆叶片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像剪除这种状态就可以 还有就是把过密的叶片 比如说像底部的这种过密的叶片也给它修剪一下 因为这些过密的叶片它不利于通风 我们适当的把这些老叶片或者长缺的叶片给它修剪一下 这样的话它通风性好了不容易滋生病菌 把所有的花杆全部给它修剪掉 好了我们修剪完成之后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步 因为给它修剪之后还有很多的伤口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最好用杀菌药来给它喷一喷 比如说这种我最常用的浮沫二美林 给它喷洒叶片的同时给它浇灌根部 因为这种二美林的话它可以杀灭土里面的有害圈 又可以预防叶片上的病菌 那么我们只要给它喷一喷同时浇灌根部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修剪长寿花过程就完成了 这段时间我们尽可能不要过度的浇水 因为水过多伤口容易出现腐烂 那么我们先把它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来养护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再给它正常养护就可以 好了这就是长寿花开拌花之后 我们如何处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听听听听看